接着下来我们进行新的单元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无法想象的事 不可思议不要私下议论 而要拿出来公开讨论 不可思议这个新单元 以后将要陆陆续续 为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些稀奇古怪 新鲜有趣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参与我们一起来讨论 在我们节目之前 曾经提到农历的3月3号 是玄天上帝的生日 在阿里山上的寿镇宫 在生日之前会不知 会从哪个地方来的 这个蝴蝶神蝶 会附在玄天上帝的胡子之上 对啊 我们在前一集的单元中 陈大哥就已经先进阿里山完 拍到了第一只找到的神蝴蝶 所以这一次在3月3号那一天 我们制作单位真的是上山下海 就在这个寿镇宫上守着 终于拍到了八只神蝴蝶 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影片 不可思议 为华联篇不可思议小组 在农历3月3日玄天上帝生日这天 来到阿里山的寿镇宫 拜访传闻中的神蝴蝶 在寿镇宫里 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 宫内所供奉的主神 玄天上帝神像 每到熊帝亚生日那天 就会飞来几只直径约20公分 当地人称神蝴蝶的不鸣额类 停在神像的胡子上 不吃不喝 等到生日过后几个礼拜才会离去 妙珠说 神蝴蝶是来给熊帝亚注寿的 民国大学在那四十七年的时候 因为我们每一年买到三月七三 我们上帝亚说的生日的时候 我们这些政策的人 大家都要来把金心整理清晰 在那些整理的时候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 看到这个蝴蝶里的地方 大家都只要把他背开就对了 那些都把他背掉了 他这个东西就背了回来 后来有一天 我们新家来这个地方 再把我们出家来说 这个蝴蝶就是在大陆武当山的庙里 来到阿里山 把我们的行天上帝 三月七三来给他做修 这些东西叫我们说 以后要好好地帮他 不然来就帮走 以后会很多人来这个地方 看这个新蝴蝶 但是这些东西到现在 这个时间到了 我感觉说其实有什么 已经每一天所来的 人家全省了 包括大陆来这里看的人 有够多了 公里的人还说 当阿里山有灾难来临前 神父铁总会出现欲击 这我刚才有两件 第一天就是旧年 旧年这个瑞里大地震的时候 那天因为我本身 我是阿里山保释的主持 不是阿里山保座 那天我就是上到 我阿里山这个土地区的时候 我刚才我看到这边 它夹在那个链子 结果几天就发生 水利大地震 阿里山的生理影响 一个很严重的就是那个时候 那另外一站 就是以前我小时的时候 我如果说在古廟 以前这个古火车站这边 阿里山边关 那边有一间木造的这个铁马店 要灰烧的前几天 同样也是有直接 单单一只 不是 不是在上帝里讲 这个圣诞的这个时间 里面背后就对了 背后 那时候我才知道 他背后就是要警告 警告阿里山这边的传媒要注意 而且根据庙筑 就是庙工 他在讲说 这个已经八十几年了 这蝴蝶每一次来到现在 已经有八十几年了 对 而且在记录最多的时候 曾经有一年来到二十八只 哇 这好玄哦 可是这些蝴蝶 神蝴蝶这么大 说实在 看起来又不像蝶 大概有二十公分的长度 哇 也不像蝶 对 这个寿真宫也曾经翻修过 在那还没有翻修之前的时候 这个玄天上帝的这个神 神明是用牙克力照住的 哦 透明的那个玻璃上 对对对 然后在脸部 稍微大概 大概五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孔 那么在当时 那个神物蝶就来了 但是他是怎么钻进去 因为二十公分的长度 怎么钻进去 他又怎么出来呢 都没有人知道 来自何方 去向何方 不知道 但是这个根据庙方在讲 他们也曾经到过 全天上帝修炼的地方 哦 得到成仙的地方 五道山 五道山 对 去的时候也看过 烈士的蝴蝶在那个地方 哇 也是全天上帝生日的时候 就停留在蝴蝶上 嗯 也在那个地方看过 对 那据说呢 它有日本的这个生物专家 他们来台湾看的时候呢 发现 其实他们在日本呢 也曾经看过 相同的这个蝴蝶 只不过呢 它台湾的蝴蝶呢 这个额头上呢 我想这照片看不出来 刚刚您在我们的影片当中 应该有清楚看到 有一个王字 而他们在日本看到那只蝴蝶 是没有王字的 对 是不是同种类呢 我们就不知道 不过我们可以 请我们的生物学家呢 来告诉我们 到底它是什么样的种类 蝴蝶还是鹅呢 我有这个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聆听的 像这一个东西 绝对不是蝴蝶 而是一种鹅 谈到蝴蝶跟鹅呢 它可以说是表姊妹 那么蝴蝶里跟蝴蝶的途中 主要的是赤脚 还有它是不是停的肢带 晚上灰等等 那么不要称它 这个是蝴蝶是鹅 它是零吃木鹅 牙口中的水辣鹅科 它是夜行星动物 都是在蜜林里面生活 那么唯一能够看到的是 到了半夜三更 如果有森林里面 只有一颤灯 发了很大很亮的官员 变成点的官员的话 因为它有趋关性 它就会飞过来 就停在那里附近 那么为什么这个庙里面 比较多呢 那个庙的周围那个森林 不但是它的栖息地 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那个到了晚上 虽然旁边有一个国小 但是晚上根本不亮灯 也没有民间 只有那个庙里面有灯火 而且三十几年以来 那个庙里面的神像的头顶上 那一张灯啊 是整个晚上不管有没有人 它就开走 意思呢 它就有器官性 就可以飞过来啦 那么人们就有机会看到啦 那么为什么它会通过 这一个玻璃的洞 说不会碰到那个玻璃坠落呢 它是这样子 那么昆虫的视觉 也就是说 它会看到的观线 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人类能够看到的 可见光谱 从紫色到红色 它不一定全部看得到 其中有一些部分根本看不到 但是相反的 它在我们的可见光谱 外面的紫外线 跟红外线的一部分 它看得到 所以根据我们的假说呢 它看那一个神像上面有电灯吗 它用我们眼睛看 那个电灯透过玻璃出来的光线 我们跟那个没有透过玻璃 从那个洞出来的 我们是分不开 但是按照由它们看 应该明显的 这两种光线不一样 透过玻璃跟没有透过玻璃 那个没有透过玻璃 发出来的光线对它来讲 好像是有一道路在那里 所以它有强烈的趋关性 让它驱使它 冲向电灯的时候 它就会冲过去 那么冲过去以后 它就在那里飞舞 然后呢 到了白天 它开始停下来啦 那就停在那里 静止不动 那么这个是一般 那个蚝瑞的 实性上跟弗蝶 完全不一样的特性 科文生物学家说的 您觉得呢 赶快趁这几天呢 这个玄天上帝的生日呢 还在热闹起 阿哥的老累的心呢 如果您想一堵奇迹 可以赶快上山去看看 到底它是什么 同时我们希望观众朋友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接触到的 所看到的 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可以拿到我们节目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 非常谢谢 您刚刚对这一段的专注 记得哦 如果您有什么 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呢 或者大家都不晓得的 不可思议 赶快要提出来 大家讨论 我们现在稍坐休息 谢谢观众朋友 对这个礼拜的 鬼话连篇的观赏 希望所安排的内容 你会喜欢 如果说您有什么 灵异招聘 或者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 愿意跟我们观众朋友 来分享 我们都非常欢迎您 写信到我们制作单位 或者是传真过来 当然了 我们在一言堂 也就是观众朋友 最喜欢的这个单元里面 何德建老师 新增加了一个小部分 也就是教您 算命DIY 告诉您怎么样 为自己推算 下个礼拜 每一天的运势 每一周 每一个月份 您都可以为自己 推算出来 哪一天是最好 哪一天是最不好 只要您传真过来 所以在下一次的节目 别忘了收看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两张的灵异照片 再度谢谢你 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这是由台东的林小姐 所提供的照片 拍摄的时间 是84年7月中旬 林小姐说 当时他们全家 带着分别七岁 五岁 及十个月大的小孩玩耍 而这个七岁的小孩 竟然在他两腿中间的胯下 过偏不移的 多出了第三条腿 这是由云林胡伟警方拍摄照顺车辆存档的照片 拍摄时间是85年4月11日下午3点50分 拍摄的地点是胡伟镇临森路顶南路口 这些车祸是拼装车与机车擦装的死亡车祸 警方在现场来驱离围观民众 确定车座内绝无任何鞋杂人 但是拍出来的相片 却出现三名白衣鱼影 坐在车上 警方也感到不可思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